我受冲爆弹是纯金的金钻,20公斤,价值一千多万 在这里我正中称动,大家不过是按照文明的规则 把这个金钻单手抓起来,那这个金钻就送给你了 要是真的拿起来就真的给我了 没问题,没问题 大家给我介绍一下 我受冲爆弹是纯金的金钻,20公斤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一个资博就引发了全中国的新时代 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资博是政府,只是从一个所谓的管承试者变成服务承试者 这样资博引爆了全国 那大家都跟风要学,也许又可以这个得名得利 是吧,为什么不学呢 升官发财,而且是正当的 谁不愿意升官发财呀 关键是正当的 那大家的各处其章都要学资博 这个学资博,这个大哥学了这个资博,学的行不行这样子 我也有点说不清楚 对吧,因为你让大家都去朝远旅游的意思吧 旅游局的局长出来了嘛 召唤大家去拿这个金钻,顺便也就去了朝远旅游了 啊,纯度999的黄金金钻,25公斤,单手拿起来啊 就你拿走,你这个是不是个噱头啊 是吧,年纪资博是一种,是一种头脑的,是一种城市管理的 你这个搞个噱头,管容吗 我觉得未必管容,是吧 这个金钻,你承诺,这个金钻是你的吗 如果不是你的,这个金钻是谁的 能说得清楚吗 那个金钻的所有者允许你搞这个吗 万一样一个大哥会应找工到这里抠一个洞 他就给抠走了呢 那你咋办 啊,到那时候 你这拿走了,谁给人陪啊 啊,你环球网也好啊 你观察者网也好啊 都在这里还催,帮他催 你们怎么就不问问呢 这个这个钻是谁的 你这样搞行不行啊 可以不可以啊 有没有人质疑这个事啊 有人质疑了 是吧 存在风险 也发现游客之间的冲突 游客之间怎么还冲突啊 大家都抢到那里去拿 打起来了吗 不清楚了 但是这个钻石 所以你这样的话 它就这么讲到